哈囉 歡迎回到阿伯的頻道 那今天要來開箱 官業植物 法老王 那這一株法老王已經被郵局寄到 今天是第六天了 第六天才送到我手上 然後 盒子 壓到這樣明明冒冒的 不知道寄去哪 就寄了六天 不知道植物現在狀況怎麼樣 馬上趕快打開來看一下 希望是沒有怎樣 因為現在是夏天了 天氣熱 怕它進不起這麼悶熱 好啦 開箱囉 跟我想的一樣 植株有點 熟熟的 這是它的葉子 有點那個 軟軟的這樣子 還有這賣家 包得還不錯啦 所以 油橘 再摔這個包裹 就是壓 中壓的時候 沒有去傷到蜘蛛 好 沿著實實實 好 這邊開了 這裡 好 過來看一下喔 我們的法老王 法老王 都要升天了 法老王 好 來 把它葉子 做巴巴的 軟軟的 這個就是典型的 這個 在運送的過程中 有點悶到的那種樣子 這片葉子 應該不久之後 會被淘汰掉了 應該會 慢慢枯掉 有點偏黃了 如果 如果 如果這裡面的 金頭啊 它如果沒有 悶爛的話 那 這一盆子豬是沒什麼大礙的 就是等它 把它 舊的葉子 代謝掉 把它長新葉這樣就OK了 只怕說 悶太多天 它的那個 圖裡面的金頭啊 它的根那些 可以跟著悶到 這樣就 不太樂觀了 好 先打它來散一下 賣駕駛包的 非常用心啊 賣駕駛包的 吃搭搭的 有點不好開 趕快 趕快來看一下 稍微挖開來 好 看一下裡面 沒有發生什麼事嗎 好 目前看起來是沒事啊 但看起來是OK 沒什麼大 沒什麼大 好 那就是 這隻法老王的話 就是把它 丟在 比較 陰涼的地方 中個幾天 它的葉子應該就會恢復正常 那到時候再來 一起來換盆 OK 好 那今天的影片 就先到這邊 喜歡影片記得幫我 按讚 訂閱 分享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